经典剧被翻拍似乎已然成为了如今的一种趋势 包括《还珠格格》《流星花园》等多部红极时的电视剧作品都相继被翻拍过 而近日有消息称 2003年的一部经典电视剧《金粉世家》也要被翻拍了 甚至连主演都已经敲定好了 那么是真是假呢 陈坤和董洁当年的经典合作又能否被超越呢 十年前一部《金粉世家》创造了全民追看的收视热潮 除了由沙宝亮演唱的主题曲《暗香》备受追捧外 剧中的几位主演陈坤 董洁 刘亦菲等也一夜爆红 而《金粉世家》要被翻拍的消息一出 便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番唇枪舌战 虽然不少网友表示很想重温经典 但也有不少人质疑 这次的翻拍靠谱吗 董洁和陈坤的黄金组合能被超越吗 董洁的简单 陈坤的冷漠中透露出阳光迷人的那种感觉 没有一个人能超越 你们自己重新编个不行吗 于是新版的金燕熙和《冷清秋》 将由谁来出演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之一 而不久之后就传出了刘诗诗和张翰 已经确定加盟该剧的消息 但是新鲜出炉的演员阵容 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共鸣 而是再遭质疑 虽然我很喜欢刘诗诗 但他俩真心不合适这剧 那么刘诗诗和张翰 真的已经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吗 为了求证真伪 新娱乐在线记者 拨通了刘诗诗经纪人的电话 刘诗诗要扮演新版金粉世家的《清秋一角》吗 我想问一下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不知道刘诗诗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们没有收到这样的消息 如果对方联系你们的话 你们会对这个戏有兴趣 看剧本吧 但是我们现在在拍一部不进去 而被曝将出演金燕熙的张翰方面 也同样表示无档期无邀约 张翰下一部戏会和刘诗诗合作吗 是拍那个金粉世家 这个消息你们收到过吗 我们也是从网上才知道的 那对方有联系过你们吗 没有我们下面的档期都已经出去了 两位演员全都否认出演的消息 那么神秘的男女主角 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近日拥有金粉世家版权的 强势传媒表示 新版金粉世家确实在筹备当中 但是由于陈坤和董基的搭档 演出太过经典 因此剧组极有可能大胆的启用新演员 这里比上次来更美了 那当然 这水我们两个地方 当然是最美的 尽管种种消息都还没有下文 但是在金粉世家播出的十年之后 要被翻拍的消息 确确实实引发了一批粉丝的怀旧潮 当年由陈坤扮演的金燕熙 才华横一风堵翩翩 而董捷扮演的冷清秋 不识人间烟火 宛如一朵清新脱俗的百合花 而两人在剧中 相约在葵花地骑车 结伴看烟花 学校门前求婚的片段 始终令人难以忘怀 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下的男女 还是会选用其中的桥段 作为求爱的一种方式 然而2003年的这部电视剧 固然成就了董捷和陈坤的演绎道路 却似乎也成为了一种预言 因为在这十年间 陈坤和董捷的感情 似乎都在兜兜转转 物理抗花 2007年仍是单身的陈坤 却被数家媒体拍到 和一个孩子在街头的亲密互动照片 一时间内引发了娱乐圈的一片哗然 当时就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这个孩子 是陈坤未婚生下的私生子 另一种说法则说 是他领养的孩子 只是无论是哪一种说法 都没有得到陈坤本人的确认 我觉得我不想调论 他是私生子 还是我收养的孩子 还是我怎么怎么样 关键现在他就是我孩子 你知道吗 他就是我儿子 那我有什么办法 那他已经五岁了 而数年间 外界关于孩子生母的猜测 从来没有停止过 赵薇 周迅 范冰冰等一线女性纷纷中枪 而陈坤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何林 更是一路被怀疑 就是孩子的生母 你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你们可以去查 查履历好了 这个用不着我来回答吧 尽管外界质疑众多 但是陈坤依旧对孩子的话题 讳莫如深 直到2012年1月 他的第一本文字集发布 并且主动用整整一个章节 来细数这段父子情 实属难得 而就在陈坤的慈父形象 让人们逐渐淡忘了 去追究孩子生母究竟是谁的时候 金粉世家中 不识人间烟火的董杰 却与剧中冷清秋的命运重合 带着儿子离婚了 2012年10月19日 知名博主巴掌柜 爆料恩爱多年的董杰和潘岳明 已经分手的详细举作接经 而之后的几天时间 事情的发酵程度 更是让人始料不及 就在外界纷纷猜测 这时董杰和潘岳明离婚的根本原因 是否和第三者有关时 董杰工作室率先发布了多则声明 除了承认两人分手的事实外 也一一陈述了婚姻失败的原委所在 你还记得多少次 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却迫不及待的前往澳门说的话吗 我快乐 难道你不高兴吗 而这份发布于2012年10月20日的声明 也始终是董杰对于婚变的唯一回应 在之后的六个月时间里 这个从初到之初 便嫌少与负面消息结缘的女明星 虽然无巧不巧的频频被曝出 疑似婚外恋的传闻 但不管出席任何场合 不管是他与潘岳明的任何新闻 董杰都选择回避 冷清秋带着儿子离开了金家 但是董杰的生活却还有续集 虽然也曾口口声声的表示 和任何男性都没有纠葛 但是3月14号 一段疑似董杰与王大志 在海南拥吻照片和视频的曝光 又将董杰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视频中疑似董杰的女子 与王大志的亲密关系一目了然 但是这段36秒长的视频模糊不清 那名穿黄色休闲服的女子 是否是董杰本人实在是难以分辨 但是视频的拍摄者却言之凿凿的表示 他就是董杰 董杰 面对拍摄方的一家之词 董杰方面始终保持兼默 不过巧合的是 从与董杰婚变至今都没有露过面的潘月明 却接受访谈 并且首次谈到了婚变后的生活 我觉得该过去都会过去的 老天给你的考验一定会还给你一个更灿烂的明天 各种巧合的叠加很难不让人怀疑 整起事件是有目的的策划 然而在事情真相未清的前提下 究竟是董杰对婚姻的背叛 还是有人无中生有的诋毁和炒作 恐怕也只有时间来证明了 新娱乐在线综合报道